看看新闻榜 时隔十五年 球鸭阿姨 哦不是琼瑶奶奶 带着她全新的尘爱悬疑剧 花飞花物飞物回来了 那虽然首播呢 就取得了全国第一的收视率 不过在网上啊 却是受到了不少年轻观众的吐槽 那到底现在琼瑶的爱情剧 是否还能够再创当年的辉煌呢 相信大家还是挺想知道的 花飞花物飞物播出以来 口碑走向两个极端 大部分看不下去的观众直呼 被第一集开篇十五分钟给打败了 因为开头就是女主角叶凡的闪亮登场 充分展现了主角光环是怎样逆天的 虽然设定是小提琴手 暗场里应该好好保护双手 不过琼瑶大笔一挥 女主角就成了穿着十五寸的高跟鞋 也能驰骋球场的三分神射手 您赶快离开这儿 我们要打球 打球 你们这也叫打球 你们这也叫打球 好厉害 好厉害 这么厉害 真没看出来 显示给了男一号齐飞一个下马威 女主角赶忙奔向了下一个布景 因为那里有男二号正等着出场 不管是澎湃的 是缠绵的 是雄壮的 是细腻的 都不只是音乐而已 还包括了音乐家们感情的世界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对不起 你以为女主角只是灌篮高手 能能能 男二号齐远刻意的刁难就成了展现女主角智商超群的好机会 叶凡 起飞 你们两个就来抢答吧 先说说霍斯特 他是哪国人哪年生的 代表做是什么 知道的都说出来 霍斯特是英格兰人 他是十九世纪的音乐家 他最擅长的乐器是长浩 他和英文文学家哈丁是好朋友 他是作曲家 写过歌剧《流浪的学者》 双提琴斜作曲 合唱幻想曲 他对占星术很有兴趣 写过《行星族曲》 其中《沐星焕鱼之神》最有名 除了展现女主角的完美 一开场 琼瑶阿姨也摆明了告诉你 男主角们不是普通人 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 齐教授是你的哥哥 你爸和你哥在八年前创办了这个学校 专门在陪中国学生 你爸去世以后 你哥依然是这里的董事 所以你们虽然是个学生 也等于是这个艺术学院的小老板 哦对了 你们家还曾经拥有歌剧院 鼎鼎大名 几乎全亚洲都知道你们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不要用常理去理解穷阳的人物 不过当狂霸酷帅拽的男二 在自己家里走来走去 还要跟着一水五个女仆时 吐槽之神还是忍不住了 该死 这该死的古堡 怎么都成不了温暖的地方 每天都是冷的 我要怎么做 才能把这个古堡变成温暖的 我有跟你说过我不好过吗 谁告诉你我不好过了 我有告诉过你我觉得不舒服吗 谁告诉你我不舒服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情不好 谁告诉你我的心情不好了 啊 当你看到主角在反复奔跑咆哮 并且毫不肉麻的用排笔句说情话时 你可以确定 对 这就是穷瑶句 你好像是花 却不是花 我好像是物 却不是物 你好像存在又不存在 我好像有你又没有你 我们怎么弄到这个地步 我经常被景色震撼 花海会震撼我 大草原会震撼我 还有大海 都会震撼我 高山沙漠 全部都会震撼我的 这年头 如果你想从穷瑶的剧中 学到谈恋爱的方法 那你一定要失望了 因为这肉麻的台词 真的不是普通人 能说得出口的 其实鼻子美 眼睛美 整个五官都美 不过 最让我心动的 还是针锋相对的强大 在海边的流泪 唱花飞花的神情 大谈俄国文学 和语众的追逐 这一切太美了 这是我们第几次训绩 今晚刚好是第五十次 第五十次殉情 第五十次死附身 我们破记录了 花飞花物飞物的剧情和人物 依旧是穷瑶式的 但是在取景和造型上 则比他之前的任何一部剧 都要唯美 剧中展现的神秘古堡 连绵的花海 庄严肃木的教堂 满是帆船的小港湾 都让人眼前一亮 而剧中所有演员的服装造型 都由韩国重金请来的造型师 梁轩打造 对于大部分喜欢穷瑶的观众来说 除了最新的新环珠中 走出来的小燕子李慎 和吴阿格张瑞 刘德凯和林心如的加入 也是一大看点 这部汇聚了老中青三代的 穷瑶演员大拼演技 看起来绝对够过瘾 只不过吐槽时还请千万小心 因为很容易误伤自己 一不小心就会暴露年龄 告诉所有网友 你是看着穷瑶的书长大的 而不是郭敬明的 新闻在线编辑报道